你的角色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 dump mondo 捒竹 今天你可能第一次來是被提到 今天說著我就轉到淡水 這家很有名的熔體水灣餐廳 它的全新裝好像不只是在市場 我們已經迫不期待要來體驗看看 因為其實我沒有來過 所以對我來說就特別的有新鮮感 然後就可以看完它現在主打了新的巴黎島口 讓你不用說我就有度假的感覺喔 我們終於進來了 這是傳說中看妝落後的巴黎島口 真的非常有度假的感覺 而且它的服部也很周到喔 我準備了這個 它的呼叫聲超大 是幾乎整件才能夠吃不到 我想要在那裡吃 你覺得要嗎 哈哈哈哈 就是這麼大聲 有聽到喔 夜中的上餐啊 我們發現就是 其實它有個高CP4的效果 得到的就是它的 180元的茶餐司 手工 本來就是鮮奶茶套餐 不知道它前面什麼 它這邊的全包很長 就是這個非常高CP4 它手來是椰子派 它連盤子都非常的有刺激感 都是使用就是 就是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 它的座椅是很用心 有做這種木頭的盤子 這個是草莓優格冰沙 上面有一些麥片啊 脆粉 這個吃起來就是非常的養肅 然後 還有無價的感覺 就是我今天的相處 這個是今日的 因為大家不知道我平出現嗎 那一齣第一次進水果茶 滿滿的水果 而且超大一杯的 我整個被驚豔到 我這個CP4也是滿高 如果你想要喝洋式水果茶的話 這一杯是必點必多 然後呢我現在要來就是 試吃草莓優格 它本身的草莓味相近 所以我覺得這個配合都不錯 那如果你喜歡優格 還是可以點 因為它下面其實優格給的滿駕駛的 然後 如果說你還是想養生紋重的話 就要點這個黑醋 四季水果茶 你看它真的是滿滿的過真駕駛的水果 它是蔓越莓嗎 蔓越莓的味道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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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以咬得到它冷靜出的果汁在裡面 吃吃吃 這一個蛋糕 100塊 但如果它是非常厚實的口感的話 我覺得很值得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試吃看看囉 很厚實喔 我覺得可以 這個椰子菜可以 這樣100塊 這邊就是它的戶外區啦 戶外區的座位也蠻多的 但是目前呢就沒有開放 讓客人可以出來的一個餐 就是主要的也可以出來 就是吸一下空氣啊 就是吸一下空氣啊 然後拍拍眼罩 這裡的來光都是很好的喔 然後拍拍眼罩 欸 就那個空澤 沒有 我會想到說就是它戶外 還會想說蓋一個這種 裝瓦包廂 這種裝瓦形的 然後 這個是真的朋友巴黎島的感覺 我之前有看我們朋友去那個巴黎島拍的照片 也是都是這種木頭 木頭製的那個 要喝文物的建築物 風格 有些東西啊 有些東西啊 很用心欸喔 它晚上的裝瓦也會開燈 所以其實 白天跟晚上都有適合 然後 從白天到晚上的午餐下午才晚餐 然後我準備了起床 我們今天真的很肯定可以來到水灣 這個龍蹄水灣餐廳 比起之前來說呢 更有顧價的感覺喔 然後我覺得就是 不管你是想要約會 或是去跑遊去聚餐 都非常適合這裡喔 那今天呢 喜歡接我們今天的水灣 龍蹄水灣餐廳開箱的影片 記得 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可以追蹤我的IG 或IG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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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好